近日,新梦瑶因为在NS上发布自己参加Vogo Film活动的单人照时后不带活动信息,被Vogo中文版主编张宇直接批评,哪个活动都不说一声。 随后,新梦瑶快速修改NS及微博文案,文字、配图都以活动及主编为重,而这件事被网友翻出来,被各种解读,还登上了热搜。 18日,Vogo杂志主编张宇在自己微博大方回应,原来上热搜那么容易,埋在几百条里评论的半句话都被翻出来,这场小误会也彻底翻篇。 日前,新梦瑶受邀参加Vogo Film活动,一席亮片连衣群烂像时装电影展开幕酒会红毯,宛如闪着微光的银色美人鱼,优雅夺目。 随后,她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状态,不料却遭Vogo中文版主编张宇吐槽,哪个活动也不说一声,吓得新梦瑶赶紧重新发了一遍, 还带上了两人合影,这个主编这么傲娇吗?小明的求生欲也是很强了,仿佛看到老母亲教育女儿的现场报道,可以说很有爱了,有没有感觉是班主任即时感,哈哈哈哈。